大家好,我是不慌 《非杀人》小说终于迎来大结局了 此刻的东东被黑衣人撞晕 最让男人诧异的是 黑衣人竟是黄老师的丈夫陈金河 而这一切都要从半年前说起 更意外的是 这一天林梦主动登门 林梦刚准备起身离开 但黄老师却殷勤地留他一起吃饭 林梦无奈盛情难去 黄老师心地善良 跟丈夫解释 林梦一个人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我们作为邻居应该多关照一下他 但此刻金河心里却百感交集 这天晚上男人跑去质问林梦 白天你到底是几个意思 不料林梦却解释 是想去他家看看 可这一天起 金河却暗暗有了一个谋杀计划 他偷偷地换掉了林梦的药 目的就是想让他慢性中毒 但林梦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案发当晚进入房间后 金河换掉了酒杯 并伪装成喝酒毒发身亡的假象 而当时东东车里突然出现了那台林梦的手机 也是金河半夜干的好事 目的当然是为了栽赃嫁祸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金河意外地收到了一张纸条 纸上写着林梦是你啥的吧 不想曝光就带二百万来 原来是保安阿胜悄诈勒索 下一秒阿胜就贪财葬送的信力 金河割断了对方的大动脉 此刻东东听完来龙去脉也是一脸懵逼 他问金河你想干嘛 男人表示自己只是想过安静的生活 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替罪羊 而你东东就是最佳人选 另一边 郭哥从梅姐口中意外得到一条线索 原来林梦是从来不喝威士忌的 但案发现场两人喝的确实威士忌 随后郭哥火急火燎跑回单位 并让胖妹赶紧找出见识报告 现场夜出有毒物的酒杯里装的却是威士忌 酒杯上面有林梦的唇印和指纹 但是如果他完全没有碰过这个酒杯的话 郭哥觉得就是凶手希望误导警方视线 鹅高姑是会延迟发作的毒物 警方一直以为凶手是在当晚下毒 但是如果凶手白天就已经下毒 到了晚上才毒性发作 等凶手到了 现场发现林梦却还没死 于是必须掐死林梦 此刻郭哥瞬间想起之前 东东曾经说过 您就是有人要栽赃给我 郭哥你们不可能因为这手机就这样冤枉无辜的人吧 他表示当晚屋子里肯定不止两个人 凶手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嫁祸给另外一个人 警察终于毛色顿开 但此时郭哥却无法打通东东电话 他让同事们赶紧想办法帮忙找一找东东 与此同时东东已经被套上了绳索 金河告诉他林梦当时呀并没有死 他是被自己活活勒死的 所以从头到尾 凶手就是你一个人 随后金河扬长而去 信号警察通过手机定位 及时找到东东 很快来到了金河家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金河坚决不认罪 他一口咬定都是东东在撒谎 你可能不知道 越聪明的人 他越爱说谎 他要把所有的错都赖给别人 他要借机逃避所有的处罚 更让警察意外的是 金河表示自己是癌症晚期患者 最多也就能活一年 如果自己真的是凶手 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啊 直接杀人那不是更简单吗 而且东东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明星 如果一旦负面消息曝光 对于他的损失 那就不可估量了 警察通过调查得知 金河确实患了癌症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 于是这个案件再次陷入了困局 最后郭哥找到东东 告诉他 陈金河的钥匙从来没有掉过 针头上验出了林梦的DNA 也验出了他体内同样的毒素 上面除了林梦的指纹 确实有另一个人的指纹 但不是陈金河的 而指纹是个女的的 这下东东彻底傻眼 更没想到的是 东东意外的得知 小鹿一直有给林梦打针 女友解释到 之前在医院偶遇林梦 他知道小鹿有学过护理专业 于是呢 便请小鹿帮忙打针 那天是你帮他打的针吧 现在这真的被警察找到了 最后东东带着小鹿 来到了埋葬妮妮的小山岗 我知道我欠你很多 我为了这个角色 我已经努力了十年了 东东竟然希望小鹿 去跟警察认罪 并且把杀害妮妮的事 也一并承担了 事情还要回到东东住院时 此刻黄老师过来探病 并告诉了他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呀 林梦跟黄老师是大学同学 而且成了最好的闺蜜 两人还是田径队队友 同学多年未见 感情还是很好 这天晚上 林梦约黄老师来家里喝酒 老师问 你自己一个人 为什么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呀 林梦表示 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到不久后 林梦表示 自己有了男友 他不想再跟闺蜜一起玩 黄老师也是很气愤 林梦果然是有了异性没人性 更离谱的是 黄老师因此动了杀机 随后便来到了案发当天 可发现林梦并没有毒死 于是便一把掐住了他 随后便活活将他勒死 东东此刻听完也是彻底懵逼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但是他疑惑 陈金河为什么要替他顶罪 黄老师表示 这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他老公 可黄老师突然目露凶光 他告诉东东 必须有人要结束这一切 原来女人通过行车记录 一发现 一直给林梦打排乱针的人 尽是小鹿 随后东东约了小鹿 并拨通了郭哥电话 随后警察立刻开始行动 此刻东东已经把小鹿 带到了埋葬泥泥的山岗 他正准备动刀子时 警察发现了他们 原来东东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救小鹿 他想独自扛下所有罪 不料下一秒 胖妹就发现了新线索 小齐刚刚认出 张泽东的钥匙 在黄老师那 我要请你们配合一下 拿出钥匙 让我们确认 无凭无据 听什么要我们拿私人物品出来 心里有鬼才不敢拿出来 原来小杰意外的发现 父母要离婚 而他认为 这一切都是因林梦而起 随后他独自找到林梦 并告诉他爸爸得了绝症 但黄老师没想到的是 女儿竟偷偷换掉药品 你没有做作事 我把毒药换掉了 没想到林梦自己做局 杀死了自己 紧接着黄老师便掐死了林梦 故事最后 黄老师一家三口 加上东东都被警察带走 并受到了法律制裁 一年后 小鹿最终成为了一名 优秀的话剧演员 并给狱中的东东 寄去了一张门票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